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 泰拳是自誇五百年不敗的最強格鬥技 打遍天下無敵手 這話讓當時將空手道和柔道 同樣視為國粹的日本人聽到之後 那是相當的不服 於是日本方面先後派出了一大批空手道的高手 前往泰國踢館 所謂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武術同行最忌諱的就是上門踢館 所以當時缺乏實戰的日本武術 在面對身經百戰的泰拳時 結果無異於馬大師挑戰現代搏擊 泰國選手一個個都是下了狠手 日本武士自然也是被揍得鼻青臉腫 這段屢戰屢敗的經歷也埋下了日泰兩國之間 長達數十年的格鬥恩怨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 吉聖派開山鼻祖大山被打的道場 派出中村中與黑旗艦時 騰平昭雄三名弟子 組成日本最強空手道組合 由一個叫野口修的泰拳教練 帶隊前往泰國參加比賽 當晚的比賽中中村中與騰平昭雄 都是以KO取勝 極大的融入了日本國民的信心 於是野口修趁熱打鐵的在國內註冊了踢拳一次 並成立了日本踢拳學會 積極組織空手道對陣泰拳的比賽 但是後期由於大山被打對於比賽形式提出了意義 他認為真正的格鬥應該是刺手空拳 戴上拳套和護具是對空手道的褻獨 於是大山被打就將道場的選手完全撤出了野口修的比賽 1966年在沒有了選手的情況下 野口修就託朋友找到了一個在校空手道社團的大學生 前往日本代替比賽 這個倒楣的日本年輕人 你叫白羽秀術 結果是出場被捧為大河英雄的白羽秀術 慘遭泰國拳師落地的毒打 具體有多慘呢? 根據當時一位隨行記者留下來的日記描述 白羽秀術一共被25次擊倒 三顆門牙被打斷 手臂肋骨多出的骨折 全身被重創打到16處 最後在醫院住了大半個月 但這個年輕人在擂台上一次次爬起來的頑強精神 影片資料傳回日本國內時 深深的感動了很多日本國民 深懷內疚的野口秀前往醫院探望了身負重傷的白羽秀術 兩個人在短短的交流之後 馬上在改造日本傳統武術的想法上產生了共鳴 於是野口秀與白羽秀術開始合作 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失誼成績與質疑 從泰拳入手將泰拳的招數作為主體進行拆解和改造 又從西洋拳技和日本空手道中 分別提取了拳法和腿法的精髓 進行了反覆的鑽研和融合 最終創造出一種被稱為新泰拳的踢拳道格鬥技 用來專門可治泰拳 而白羽秀術在此期間為了更好地知情自己的偶像 也就是影片中前面提到的大山被打的徒弟中村中 更是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澤村中 1971年澤村中跟野口秀 再次踏上了前往泰國的復仇之路 而曾經被打成重傷的泰國輪拼臨全場 澤村中自知死地而後生的 以真空飛機KO泰拳手 一血前齒成功復仇 也被當時振奮的日本媒體大肆宣傳為壯絕的打擊 在此後的數年時間裏 澤村中幾乎是走遍了泰國大大小小的知名拳館 壹邊挑戰壹邊完善踢拳道 最終演化成如今的日式踢拳 而澤村中這段勵志復仇的故事 被改編拍攝成了電影漫畫 被各個年齡層的日本民眾所熟知 成為家喻後小的國民九項